在火星赤道区域存在着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凸起沙丘和梅度沙槽高层,科学家认为形成之初的面积是现金所观测的两倍。 图中是欧洲航天局火星快车踏凑器拍摄的梅度沙槽高层,它可能是太阳系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形成的,并为之前一些人猜测的是外星UFO碰撞地点。 图中是火星煤杜沙槽高层面积大小红色部分与地球上最大火山沉积层于峡谷明灰烟黄色部分的大小对比,或者是地球上最大的火山喷发沉积区域。 据国外媒体报道,现金的火星气候需要一个帽子和一部太阳镜,以及能够保护你面遭全球地域及风暴障害的任何措施。 但在数十亿年前,你如果在火星表面,则仅是一双胶鞋,目前,发表在5月22日出版的地球物理研究杂志,行星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大约30亿年前,整个火星表面可能危险海洋覆盖着,汗水很浅,只有20厘米深。 在远古火星水世界时期,仅是一个行星空大规模建发事件形成的结果,富有正义的UFO碰撞地点。 同时,对于阴谋论者不幸的是,火星远古时期火山喷发可能意味着之前备受争议的UFO碰撞地点,仅是远古时期火山喷发形成的地质结构。 对于火星远古时期火山喷发的证据,欧家和同事凯文·路易斯·凯文·路易斯·凯文·路易斯观察了火星最神秘的地质标志,风沙坚实形成的山丘,积极被称为梅渡沙潮沟沟层、MEDUSA、FATER、FORMATION的台地结构。 欧家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沉积地形结构,不仅存在于火星表面,而且还存在于太阳系内其他星球。 这种不同寻常的区域沿着火星赤道延伸,面积大约是美国面积的五分之一。 与宁静的平台地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研究人员表示,该区域的延时也比普通火星火壳质地更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牵蚀成奇怪的结构,因谋论者喜欢将梅渡沙潮沟沟层,描述为外星人飞船坠毁地点。 但是科学家倾向对该异常地形进行简单解释,或许滚动岩石部分是由冰构成,或许它们可能是远古火山分发残留的多孔物质。 为了获得更明确的答案,欧加和路易斯对比了之前,几次火星轨道飞行器任务采集的雷达和重力数据。 通过这些综合测量,他们发现梅渡沙潮沟层密集低于火星表面其他部分。 确切地讲,梅渡沙潮沟沟层的密集,仅是火星表面凭确密度的三分之二。 依据欧加的观点,这项最新研究,排除了冰层解释理论。 因为,定密度低于岩石,如果梅渡沙潮沟沟部分是由冰构成,那么密度测量就必须比实际要低许多。 然而,梅渡沙潮沟沟层密度,接近于叫做熔辉岩的陆地岩石,它们形成于炙热火山气体冷却成雾气的阶段。 这些岩石成毒孔状,并且密度低于雾体岩石。 就像梅渡沙潮沟一样,对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讲,这是梅渡沙潮沟层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清晰证据。 太阳系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研究人员预测证,梅渡沙潮沟层层覆盖火星表面,大约500万平方公里。 火山喷发并非一夜之间简单地形成,美国星海岸面积大小的沉积区域。 研究人员表示,为了制造梅渡沙潮沟层面积大小的区域,火星火山必须猛烈喷发,可能是迄今以来最大的火山喷发。 更重要的是,这些超级火山喷发,必须在大约五亿年时间里发生数百次,才能形成梅渡沙潮沟层大小的沉积区域。 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火星存在如此大面积的火山沉积对于理解该行星火山活动历史,内部结构以及挥发性物质具有重要意义。 奥家强调称,如果发生火山喷发,将从各方路面改变整个星球。 火山喷发翅膀的温室气体将涌入空中,火星气候将严重变暖。 火星土壤和火壳成分也会发生变化。 大量水流淌在火星表面,使火星变成一个巨大的水坑。 下一步研究火星历史潜在的重大变化事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幸运的是,火星正在缓慢地进化,地球人类可能拥有一张前派座位。 更好的观测分析火星进化历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Q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